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不能掌握所有的细节 至少也可以理解这项成果的背景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这项工作属于量子信息这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我写过很多科普文章 所以我知道在宏观大图景上 这项工作处于什么位置 我关于量子信息的最重要的科普文章叫做 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 有四万字 你看了以后啊 就真的可以对量子信息获得一个全面的了解了 因此啊 按照同样的风格 我们这篇文章就叫做 你完全可以理解全光量子中绩 第二 这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光子学上 标题叫做 没有量子存储的量子中绩 Experimental quantum repeater without quantum memory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 了解了许多技术细节 第三 这项工作是我的科大同事 潘建伟院士的团队做的 主要的负责人之一 陈宇敖教授 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跟他通了电话 了解了很多更加深入的洞察 事实上啊 这正是我做科普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 了解宏观背景 调研原始文献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尤其重要的就是跟一线研究者进行深入沟通 这个方法论啊 在科普之外 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欢迎大家领悟和应用 好 我们言归正传 看到全光量子中绩这个名字啊 大多数人恐怕都搞不清 这个词的重点何在啊 是全光 还是量子 还是中绩 而看到原始文文的标题 没有量子存储的量子中绩 大家就可以明白了 这项工作真正的要点是 没有量子存储 就像那条著名的广告 我们的目标是 没有助牙 因此啊 大家可以明白 全光量子中绩的重点在于全光 全光就是实现没有量子存储的手段 好 只要你遇到这一层 就已经超越90%以上的人了 好吧 没想到这么快就超过了这么多人 可是我感觉还有很多地方没了解啊 量子中绩是啥 为什么我们又想在量子中绩中去去掉量子存储呢 啊 对此的回答啊 就出现了一个真正出人意料的地方 传统的中绩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通信网络当中用来扩展通信距离的中绩站 那么顾名思义 量子中绩就是量子通信网络当中用来扩展通信距离的中绩站咯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量子通信网络的中绩站 并不一定要用量子中绩 另一种中绩也是可行的 叫做可信中绩 trusted repeater 也就是说啊 我们有两种选择 量子中绩和可信中绩 这样个名字啊 很容易让人搞糊涂 因为他们的命名方式并不是按照同样的标准 就像最近的垃圾分类一样 干垃圾和湿垃圾 后面呢 又冒出个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 那么你觉得 可信中绩和量子中绩哪更好呢 啊 这真是让人颇费思量 很容易感觉 可信中绩更好 因为 你不可能选个不可信的 但其实呢 这是一个名称造成的误解 真正的回答是 量子中绩更好 我们来解释一下 可信中绩和量子中绩 这样的词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可信中绩的意思是 这个中绩站在按照传统的方式储存数据 比如说用磁盘 发送方和接受方知道的所有的数据 中绩站也都知道 那这样做的缺点是什么呢 数据储存在中绩站 敌人就可以去偷 而且呢 如果中绩站的工作人员有内鬼 就可以泄密 因此啊 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就需要确保 中绩站是在严密监控下的 没有泄漏 也就是说啊 可信中绩 其实是必须通过人力 来保证它可信的中绩 而量子中绩是什么呢 量子中绩干的事情 是让发送方和接收方通过它建立连接 但中绩站本身并不存储数据 发送方和接收方知道数据 中绩站是不知道的 因此啊 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数据泄漏的问题 即使有内鬼 最糟呢 也只是让量子中绩不能运行 但是不能偷盗数据 所以啊 量子中绩是 比可信中绩更可信的中绩 因为它天然就可信 不需要外力来保证 好 如果你理解到这一层 我相信你已经超过了99%以上的人 那关于量子中绩和可信中绩的基本状况是 量子中绩离使用还非常远 而可信中绩已经再使用了 例如 2017年9月29日 中国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 金户干线 具体而言啊 金户干线是在北京济南合肥上海 以有的量子网络的基础上 通过包括两端在内的总共三个人 32个节点把它们连接起来 这样啊 就可以再从北京到上海的2000公里的范围内 实现量子保密通信 中间的那些节点呢 就是可信中绩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 在实践当中 量子保密通信的安全传输距离 是有限的 例如 金户干线是用光纤来传输光子 而光纤呢 有一定的概率吸收光子 因此啊 过一段距离以后 信号就衰减到不能用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隔一段距离加一个中绩 在很长的时间内 量子保密通信的安全传输距离啊 只有10公里的量级 因此啊 学书界曾经认为 量子密码数的发展已经到头了 没有太大的前途 然而 2003年到2005年期间 韩国和中国科学家提出了诱骗态协议 使得安全成熟距离可以提高到百公里的量级 从此以后呢 量子密码数就蓬勃发展 而中国获得了领先地位 大部分的新记录啊 都是科大的研究团队创造大 2016年8月16日 中国发射了实际上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莫子号 当时啊 光纤当中的安全成熟距离 已经超过了200公里 三个月以后 2016年的11月 科大与清华大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合作 又把安全成熟距离提高到了404公里 好吧 这下可真的是让窃听者not fun 啊 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啊 而且呢 在102公里处的安全乘马率 已经足以保证安全的语音通话了 也就是说啊 间隔102公里的量子保密的电化 已经是在技术上可行的了 那么这个莫子号和金户干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其实啊 他们是实现长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的两条技术路线 金户干线就是用传统的用光纤传输光 每隔一段距离加一个终极站 而莫子号呢是不用光纤 让光子从地面站直接连接到卫星 这叫做自由空间传输 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啊 自由空间传输的光子啊 在真空当中是没有衰减的 只在大气层内有衰减 因此啊 一旦出了大约10公里后的大气层 即使传得再远 也不会再衰减了 而光纤传输呢 却是每一寸都在衰减的 因此啊 对于几百几千公里的超远距离传输啊 自由空间传输的效率 可以远远的超过光纤传输 这就是量子通信卫星的优势 事实上呢 卫星也可以作为一种可信中绩 来实现地面战之间的量子保密通信 例如在金户干线开通的记者会上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理 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安东 Zillinger 他就是潘建伟的博士导师啊 他们俩人就通过莫子号 进行了世界首次周际量子保密通信的视频通话 那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量子中绩在原理上更好 那为什么大家不用它呢 原因是 造出量子中绩的难度 远远高于可信中绩 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啊 用到量子力学的操作 总是要比不用量子力学的操作困难嘛 具体而言 在现有的量子中绩设计当中包含三个元素 纠缠交换 纠缠存化 以及量子存储 嗯 前面不是说量子中绩不存储数据吗 为什么这里又要用到量子存储了 啊回答是 量子中绩当中存储的是一些中间数据 对欠积者来说没有用处 到目前为止啊 量子存储 虽然也有很多研究主取得了很多进展 但是呢 发展程度还远远满足不了量子中绩的需要 所以它成了一个瓶颈 因此啊 如果能够造出没有量子存储的量子中绩 就渴望绕过这个瓶颈 促进量子中绩的实用化 好 如果你理解到这一层 我相信已经超过了99.9%以上的人了 如果你还想理解更多 那么你的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 潘建伟、陈宇敖等人是如何实现 没有量子存储的量子中绩的 好吧 真正能够关心到这个层面的观众啊 都是专家了 那你既然是个专家 那么我多将下术语也是正常的咯 基本的回答是 发送方Alice和接受方Bob 各自产生M组纠缠对 然后呢 通过量子中绩Charlie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M组纠缠对 化成M航横线 在以前的方案中 Alice的每一个纠缠对 只和Bob的属于同一行的纠缠对 建立连接 也就是说啊 总共只建立M个连接 而在新的方案中 Alice的每一个纠缠对 都和Bob的属于所有行的纠缠对 建立连接 也就是说啊 总共建立了M的平方个连接 用术语说啊 这叫做建立了一个图汰Graph State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取消了对于量子存储的需求 这样做的代价呢 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建立纠缠 因此啊 这是不是让量子中绩变得更加容易造出来呢 都还不能确定 无论采取什么技术路线 实用化的量子中绩 恐怕还需要十年 或者更长的时间才会出现 但是 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啊 确实提出了另一种可行的思路 最终的结果 可能是新方案 也可能是老方案 还有可能是新老方案的某种联用 无论如何啊 多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总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此啊 这篇文章 能够发表在自然光子学这样的顶级期刊上啊 说明它的重要性得到了公认 不过啊 通过以上的解读 已经可以明白了 这是一项远景性质的工作 对于当前的使用呢 并没有影响 事实上啊 当前 我们的量子通行网络 已经有中绩可以用了 就是可信中绩嘛 虽然语言上存在更好的 但是也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好 如果你立即到这一层 我相信你已经超越了99.99%以上的人了 最后 有一个啊 经常见到的问题 值得回答一下 既然 敌人攻击金呼干线的终极战就可以欠秘 那么金呼干线还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啊 有不少人就以此为由 宣称金呼干线完全没有 甚至是一场骗局 要和潘建伟等人是骗子 在什么地方 还有什么 都是假的 这些事情 你总是来说 抗讨论 这些事情 是什么 真是这样 试试 你员 你也认试 什么 而可信中继要解决的是信息存储的问题 显然存储是传输的前提 你要安全的传一个信息 就必须首先有能力把它安全的存在本地 如果你存都存不住 放在家里都被人偷了 那还谈什么传输的问题呢 因此对可信中继的要求 完全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在一条线上防守一个孤立的站点 这应该是你完全能做到的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你无论用什么保密通信的方法都是白扯嘛 而如果你能做到这个合理的要求 那么可信中继 就能够让你在很长的距离上 实现量子保密通信 你如果想了解量子保密通信的原理 那么欢迎去看我的文章 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 在这里我们只是说明一点 量子密码数实现的安全性 叫做无条件安全性 Unconditional security 也经常被称为绝对安全性 或者完美安全性 这话实际的意思是 敌人即使具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也无法破解你的密文 有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虽然这样的密文 敌人用无限的计算能力都不能破解 事实上这样的密文是很容易构建的 例如这样一个密文 它就是二进制的一位数字零 而它可能对应的明文是二进制的零或者一 敌人在不知道蜜月的情况下只能推出这个密文零 以一半的概率对应零一半的概率对应一 然后敌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什么都得不到啦 因为再往下没有任何可推理的 你看这个密文就是具有无条件安全性的 哎 你可能会问啦 既然这么简单就能实现无条件安全性 为什么密码学家还要翻出那么多复杂的多的算法呢 回答是 无条件安全性的关键在于 蜜月要跟明文一样长 甚至更长 如果你的明文有红萝梦这么长 那么蜜月也需要这么长 如果蜜月比明文短 那么只要敌人的计算能力够强 就一定可以破解了 也就是说 这时候就不可能具有无条件安全性了 量子密码数的技术诀窍呢 其实就是利用量子力学的操作 让双方分享任意长度的蜜月 不需要第三者的信使 因此 量子密码数可以实现无条件安全性 而现在常用的绝大多数的密码数 例如著名的RSA算法 在原理上啊 都是基于某种数学问题的困难性 意思是啊 你解决了某个数学问题 例如因数分解 你就可以破解我的密码 但是呢 这个数学问题非常困难 如果你没有某种我不知道的巧妙的算法 那么就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 我的密文是安全的 大家看明白了吧 基于数学问题的密码数 能够达到安全性 在本质上就是有条件的 如果敌人有无限的计算能力 就可以破解这种密码 因此啊 这些密码数的安全级别 在本质上就低于量子密码数 更不用说啊 敌人完全有可能 已经找到了巧妙的解法 只是没有告诉你 解人嘛 他干嘛要告诉你呢 让你在自以为安全的情怀啊 源源不断的泄密 对他来说不是更好吗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 在像金户干线这样的长距离上 实现量子保密通信 具有多么重大的价值 如果你认为防守中间那30个中继站 是不可承受的负担 那么你应该想到 假如用传统密码数的话 按照同样的标准 你需要防守的啊 就不只是中继站了 而是2000公里的整条线路 因为传统密码数的密文 是可以破译的 所以敌人在任何一点 拿到密文都可以窃密 现在你明白那些 说金户干线用了可信中继 所以就没用的 是怎么回事了吧 这些人是有意或者无意的 用了双重标准 对于无条件安全的量子密码数 认为这个存储的要求不可结束 对于传统密码数呢 却觉得有条件安全就够用了 这纯粹脑子不清醒吗 好 如果你理解到这一层 我相信已经超越了99.999%以上的人了 现在 你是不是感到自己的思维层次都上升了呢